再來一樣我們啟動這個表單對不對 那啟動這個表單之後 因為我要去抓什麼 抓這個範圍的最下面一筆 到這邊嘛 我就抓這一筆好了 最下面這一筆 不過剛剛我程式好像有一個加一忘了把它刪掉 記得就是最後那個程式有沒有 因為我抓到是第八筆這個啦 所以 剛剛有稍微 我有把那個程式的這個後面本來有加一啦 因為加一是因為我要新增 我要新增到下一筆 所以這個 這個要把加一給他 刪掉 否則他會抓到沒有資料 因為下一筆嘛 那就沒資料 所以這個地方把它刪掉 那 如果 將來各位在執行程式的時候怕會有錯的話 我教各位有一個技巧 就是說 你可以 在 這個 B3Click的最下面這邊是一個什麼 中斷點 那這個中斷點做什麼 因為如果你不確定你程式RUN的時候 會不會有問題 你可以先是一個中斷點 然後呢 再看一下 再慢慢 除錯 會 比較的 可以看到問題 否則 一執行 結果問題 就不能執行 那哪裡不能執行 不知道 所以我建議 你可以在這邊設個中斷點 我們來試一下 當我按下那個 這個地方執行的時候 那我只要按新增就好了 因為 我新增下去之後的話 實際上只是抓到 這個範圍的 最下面這一列資料 然後把這一列資料呢 幫我放到哪裡呢 放到那個 這個SS資料庫裡面 就這樣而已 OK 所以呢 我們按一下新增 那因為我這邊有設個中斷點 所以呢 我可以 游標放這邊 你會發現 他會出現什麼 8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對程式不熟的同學 可以觀察一下 是不是第八列 對沒錯 然後呢 A裡面有沒有東西 有 zzz 然後 160 裡面的話 你可以去觀察一下 因為程式會反 產生錯誤 大部分是什麼 裡面根本就空的 然後你又要新增 那裡面空的他當然不給你新增嘛 對 所以第一個你先確認裡面有沒有資料 第二個的話呢 call call他意思是說 實際上 你要去 執行下一個sub 那這個這個 有點像是 副程式本身也可以接收 外部的那個 傳送過來的訊息 那你會發現我傳給他這些 他會接收到 有沒有 一樣去接收到這些東西 那他做什麼事呢 第一個 我就建立一個什麼 因為我剛剛有特別注意 引用這個 項目是ADO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才有權限 去 產生一個 NEW一個什麼呢 NEW的動作就是在記憶體面 配置一個連線 這個連線的話 就ADO的connection 他可以怎麼樣 幫助你去連資料庫 OK那所以set 那名稱叫什麼 叫micon 然後 然後我就建立他 再來的話呢 他裡面有個方法 去開啟什麼 開open open什麼呢 open 這個資料庫 其實這一串 我說真的 自己要打出來 不錯誤的機率太低了 所以以後 怎麼樣 這東西都用call的啦 沒有人自己打的 從頭到尾打會正確 太難了 我都打不正 我都不一定打的正確 所以這一場 實際上是 從 網路上call下來了 那以後 如果你open的 資料庫 不是 SS的話 那你只要把這一行換掉 比如說你這一行是Oracle 你可以把那一行Oracle 的那一行call 貼下來就好了嘛 對不對 如果是seql server 這行改一下 反正都相通的 OK 這都試過沒有問題 你買seql也可以啦 反正你管他什麼資料庫 就這一行改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 第一個你要先 確定這個資料庫 找不找得到 所以按F8 如果這一行